字幕 李宗盛 這傢伙帶了一個雅琳出街 因為他一會兒... 我也覺得我不對 皮膚白淨了很多 樣子是很精神的 就算我現在沒有化底妝 感覺都好像化妝一樣 早幾天見到Most Burger出了 有一個唐生蛋壽氣燒的Burger 好像很好吃 心心煉煉了幾天 我今天終於都要去試 因為我之前不熟葵興這一帶 來的時候都是一些工廠大廈 很少餐廳 所以我一直以為這裡附近是 荒蕪地區沒有食物 誰知原來KCC這裡有很多食物 看來我以後有很多好食物 因為我剛剛放午餐 使餐廳 相機都有很多 這麼厚 到底怎麼咬呢? OK的 不過它的糖心蛋就不糖心了 已經是差不多全熟了 不是半熟糖心蛋 雖然味道是好吃的 就是有些受起燒的牛汁味 但蛋真的不留心有點失望 而且吃起來真的很麻煩 因為我剛才咬了蛋 我想再咬的時候 因為不小心大力地撥它 然後它整隻蛋飛了出來 把地毯這樣就髒了 然後我剛剛點了一杯茶滋味的 奶蓋Oreal奶茶 我剛剛在乘車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心裡有點不舒服 在那裡痛 然後是持續了至少15分鐘 所以我心想 我一定要買一杯奶茶快點定驚 如果我突然絕死了 或者怎樣死了 這杯就是我人生最後一杯的奶茶 吃飽飯就開始工作了 那我今天就要畫一幅畫 因為我過兩天要去Tuffeting 因為我很喜歡看Friends 我現在已經在看第三次了 所以我想畫一幅關於Friends的畫 我想Pinterest看了很多設計 然後我打算寫一句我自己很喜歡的句子 下面就是他們經常去的Central Park的標誌 整個感覺都是比較復古一點 畫了超多個鐘 已經畫得七七八八了 差一點點細節 我想再撿一撿 就是這樣的 這個句子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句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所以我把這個句子放在這裡 然後用Friends的圖片去畫出來 下面就是Central Park的標誌 但中間應該是Central Park 但我自己改了 我改了我自己這個studio的名字 所以就把我自己的東西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跟Friends的元素混合在一起 超喜歡的 而且每一塊都是自己親手做 親手畫的 不過我跟Tuffeting那邊溝通過 他就說 如果你想做字的話 地毯的尺寸要比較大 做出來的效果才會比較清晰 比較漂亮 要去到80cm 90cm 那我就覺得太大張了 所以我最後就決定放棄 這個圖案 我今晚回去再找一下 有沒有什麼圖案是我想做的 但這個呢 既然我也畫得那麼辛苦 我也不想浪費了它 那我就會找那些 訂製畫的去做一幅掛畫出來 然後掛在studio那裡 很喜歡啊 我的心肝寶貝 那我現在就去BREA做Facial 自從上次拍完脫毛片之後 我也有保持著脫毛 因為那裡的環境好 服務態度好 還有不Hard Sale 所以我自己也不抗拒在那裡 那這次呢 他們就邀請了我做Facial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拍片分享一下 到了啦 這裡的環境真的好漂亮啊 之前節日來的時候 會有些很特別的裝飾 好像聖誕節一樣 這裡就放了很多的南瓜 有些很漂亮的萬聖節裝飾 上次脫毛條片都說過他們的收費 很特別的 好像脫毛的話 他們就是用一個咖啡杯的 一個cup的形式去分類 而今次做Facial 他就是用這個機票的形式 這個Facial就有分三個收費 分別就是這個Premium Economy Business Cast 和這個First Cast 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面部療程 就好像上網減機票那麼簡單 這裡的收費都很清晰地列明出來 一目了然 不會無緣無故做一做 又說要加錢做哪樣哪樣 亦不會說買了package 不知道什麼時候過了期 結果今天會做的就是這個Premium Economy 以及我的觀眾會有這個獨家優惠 想知道的話記得看到最後啦 我每次來都一定要喝這個花茶 我最喜歡這個土烏龍茶 這個土烏龍茶真的很好喝 它是很香的土味 而且茶味也很濃 上次我去了脫毛那裡 今次我來到Facial這裡 做Facial這裡是同一層的 但是就是第二間房 不過這裡的環境一樣是很漂亮 然後又是有一個很大的窗 可以看看風景 不過很可惜今天又是下雨 差不多每次來都是下雨 看不到美景 可以一邊做Facial一邊看著我 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還可以喝茶 平時我們做Facial也是逐個療程這樣計 清潔一次 保濕一次 美白那些又要另計錢 但通常我們的皮膚問題都不止一樣 好像我自己這樣就有這個膚色不均的問題 有些黑頭粉刺 暗粒仔 還有偶然都會生少少暗瘡 最主要都是皮膚比較乾 有時候上來上妝會卡粉 而且會看到一塊塊很乾 所以要針對性這樣護理不同的面部部位 還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好了解自己什麼膚質 皮膚有什麼問題 才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BRAR會按臉部份分成這麼多部分 每一部分都會針對你的皮膚問題和需要去解決 而且他們都有一個面部演算法 根據客人的需要 一對一針對你的皮膚問題 保證每次都做到三至四個療程 只要給一個價錢就可以解決幾個皮膚問題 BRAR會根據每個客人的當日皮膚狀況去量身定做療程 所以做之前治療師都會先跟你溝通 當日經過這個評估 治療師就決定幫我做一個重塑膠原蛋白的療程 幫皮膚換膚、修復、鑄養和均勻膚色 首先第一步就是換膚 清潔好皮膚的表面和去角質 第二步就是修復和重塑膠原蛋白 好像修復蛋公一樣 令到皮膚重拾彈力 第三步就是鑄養 幫皮膚底層注入營養 令到底層的細胞每一粒都像綿花一樣 像綿花一樣漿糊糊糊 製造健康的膠原蛋白 而最後一步就是做Laser 處理皮膚色素問題 會幫你均勻回膚色 做完了 我現在的皮膚是完全沒有化妝 我只是畫了一條眉和塗了一點唇膏 現在是全素顏的狀態 皮膚是白淨了很多 樣子是很精神的 就算我現在沒有化底妝 感覺好像化妝一樣 我現在是不化妝的底妝 也是夠膽出外 皮膚狀態很好 而且摸上皮膚很滑 我剛剛做的時候 首先做一半邊面 然後每一次治療師都要給我看看分別 做完住樣子之後 是超明顯的 大家要看到鼻子乾淨了很多 黑頭是沒有了 臉有一點提拉的作用 髮令紋都沒有那麼明顯 我剛剛做了四個步驟 分別是這個 去過質重造蛋白 注釀和做了Laser 整個過程都很舒服很放鬆 每一次每一部分 治療師都要很貼心地問我有沒有不舒服 當然Laser的部分 真的有一點點 臉會刺刺的 但未至於痛到飆硬水 覺得很不舒服 接受不到 而且最重要是效果 真的很明顯 現在我沒有化妝 而且臉好像剛剛化妝一樣 很亮白 我這次做的就是Premium Economy 它的價錢 眨眼看上去好像很貴 但一次過做三至四款療程 除開 其實跟坊間的美容院價錢差不多 甚至是更便宜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價錢 每次都會覺得很貴 但其實它是給一個價錢 可以一次過享受幾款療程 而且你不需要做做客 或是無故被黑銷售 或是你今天做完這件 下次又要來購買其他 所以我比較浪費時間 省時間 又可以一次過享受幾個不同的療程 一次過改善幾個皮膚問題 如果大家都對這個Bear的Facial 很有興趣的話 我的觀眾現在也有一個 獨家的好底優惠 Facial方面 現在就有1萬元的 Summer限定Discount 當中是包括五次Facial療程 脫毛也是照舊有六折 是差不多半價 真的超級便宜 以及一次免費體驗毛和脫毛 給大家體驗一下Bear的服務 今天發生了一年的出面 不幸事 一早起床 我已經很早起床 然後我化妝 是化極化不好 然後出門口買個飲品 喝的時候倒到整個口罩都一樣 然後剛剛乘地鐵 等了5分鐘 終於來的時候 他說這輛車輛助人 叫所有乘客留車 結果我現在都遲到了 然後我現在就準備做了 因為之前那個圖案實在是太難做了 所以我就想做這個小鴨子 這個小鴨子 這個小鴨子也是在Pinterest找的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小鴨子 打算不如弄個小鴨子 就放在studio 我現在就要跟著projector 然後把鴨子畫出來 然後再做 剛才練習了一會 但是我發現 我自己的手工真的很差 也不是跟著線 怎麼辦 我會不會弄出來很醜 完成到九成 現在就是跟裙子那邊 我就在想用這個色號 還是用這個色號 但因為實在決定不到 所以就打算上IG問大家 雖然未正式做好 但這樣看起來好像不錯 我一開始真的很擔心 我連圓圈都做不到 誰知道最後都順利做到的 我覺得還可以 雖然只是project了幾分鐘 但是目前來說是7比3 所以我就會選這個顏色 就是淺黃色 真的很可愛 是Coco 嗯 你畫一下 有一點インド CD Chemina L Control 歷時3個小時 終於做好了 這個小鴨子 我覺得很好 因為這圓圖製的不大幅 而且它不是擔心 只有5種顏色 所以其實不難做的 我很快就做好了 而且每一針每一試 每個步驟都是自己做 所以特別有承斗感 想一下放在studio的哪裏 回來了 我還在想這隻鴨仔放在哪裏 最好就是掛在牆上 但又不知道怎樣掛好 放在梳化上我覺得好像很斜 但好像很夾 還沒想到掛在哪裏 我就先放在那裏 他都可以上鏡了 現在studio已經完成到有九成 已經差不多是搞定了 但我想添置一些盆栽在這裏 所以今天就來到花墟 不過我想在附近的一間cafe吃東西 我們倆都還沒吃早餐 這傢伙帶了一個雅琳出街 因為他在studio 我也覺得很傻 可以帶一個茶碗 超傻的 搞定我會想到這裏 這裏是真的 這裏是真的 真的 我會想到那裏 我會想到那裏 一起來 不要等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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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lf like too much 我在Pinterest看到這張照片 它是一個角落 佈置了一些裝飾 有幾盆盆栽 所以我想找大概是這樣的盆栽 一盆大一點 然後有一兩盆小一點 原本今天是我男朋友的姐姐會和我一起來 因為她自己很喜歡買這些盆栽 但是她今天沒有空 所以她推介了兩間叫我自己過來看 有一間有很大間 好像有兩間舖位 然後有盆栽 還有一些比較漂亮的花盆 就可以一次過選擇了 這個好可愛 好像一個貝膏 很像貝膏 很搞笑 不過有點密集恐懼症 很香的 中的味道 還沒啊 你試試聞一下 真的很香 有點像那些莫尼 很香我這個 而且很漂亮 又細細盆 這個好像不錯 矮矮的 可以繼續生高 生出來的花就是這樣 白色也很漂亮 而且很香 這間就是姐姐推介我來的 她說經常在這裡買盆栽 這個好可愛 它是有毛在這裡嗎 是不是毛來的 真的毛來的 這棵好像夠大 這盆生得很漂亮 不過有點貴 整七百元 超漂亮的 這些花 很小中 但沒有那麼多位 這是線變色的 很漂亮 回到我們studio 我總共買了三盆盆栽 首先有這個 剛剛沒聞到的花很香 沒記錯的話 它應該叫做白蟬花 我選了一盆是未生花出來的 我打算自己慢慢種它 可以慢慢栽培它 然後我買了一盆這個 銷球花 超級漂亮 是未生到最漂亮的 它開了之後 我想應該會大顆一點 而且顏色會更漂亮 其實我本身沒有想過買這兩顆東西 純粹路過看到它很漂亮 忍不住就買 而且價錢也真的很便宜 這個我記得好像35還是38 然後這個就48還是49 我想說它那些盆 這些漂亮的花盆 比這棵盆還貴 這些我都買了三個白色的 因為我覺得原本這些 就不是那麼漂亮 而且都不是很實正 就找個漂亮的裝著它 然後最後我就買了這個 最大棵的 龜貝葉 其實我原本就是想買 700元那棵的 因為它就比較大一點 做背景就比較好看一點 但我覺得700元真的太貴了 我又怕自己不懂 然後養死了 就很不值 而這個龜貝葉 它又長得挺漂亮 最重要的是它夠便宜 它只是198元而已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然後我現在換回花盆 然後我有條片要準備拍 換好這個盆 那現在它就是這樣 這個就沒有拆到它原本的盆 就這樣直接塞進去就算了 因為它其實都不太看到 但是這個我就拿走了它原本的盆 就換了這個 希望它快高長大 好漂亮啊 真的 然後最後這個龜貝葉 這個葉我就在一間店裡買 但是這個盆 我就是在這間店的過兩間店裡買的 就不是同一間店買的 那如果你是同一間店買的話 其實你可以叫它幫你 護盆的 那個姐姐跟我說 這個盆已經夠裝它 但我發現是 裝不下了 那我找天再去買一個新的盆 才裝好看它 現在就先放在這裡 其實就這樣放在這裡已經很漂亮 但是現在是